晚间六点多下班时间 国道3号南下114.6公里处新竹香山段 发生重大车祸事故 一辆连接车中有油罐车 以及四辆小客车追撞 连接车车头下半部几乎全毁 被撞上的前方黑色轿车成了夹心饼干 整个后座被强大撞击力给压扁 还有一辆银色箱形车 更直接撞进油罐车后轮 现场画面相当惊悚 新竹消防局获报派员前往救援 现场事故车辆散落车道 造成南下路段满满车辆 一度回堵达三公里 紧销封闭现场进行抢救 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 还有待国道警方介入调查理清 东山新闻综合报道